什么叫电机? 答,电机是交电池电能,转换成机械能,驱动电动车车轮转转的部件。 什么叫绕组? 答,电输绕组是举流电机的核心部分,是同质气包线绕着的线圈。 当电输绕组在电机的磁场中旋转,都会产生电动式。 什么叫磁场? 答,在永磁体或电流周围,所发生的立场激发式磁力,所能达到的空间或磁力作用的范围。 什么叫磁场强度? 答,定义在有一安培电流的无线长导线,在距离导线二分之一米远处的磁场强度为一A美米安培米,国际单位GSI。 二,在飞机S单位至尼米克,秒,中,为纪念奥斯特对电磁学的贡献,定义在有一安培电流的无线长导线,在距离导线0.2厘米远处的磁场强度为101奥斯特,101等于14.103m,磁场强度通常用H表示。 什么叫安培电泽? 答,用右手握住导线,表身直的大拇指的方向跟电流方向一致,那么弯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就是磁感线的环绕方向。 什么叫磁通?答,磁通又叫磁通量,设在云强磁场中,有一个与磁场方向垂直的平面。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底,平面的面积为S。 我们定义磁感应强度,比面积S的成绩,叫做穿过这个面滴磁通量。 什么是磁子?答,有刷或无刷电机工作,是不转的部分,轮毂是有刷或无刷无耻电机的电机招叫做磁子。 此种电机可以叫做内电子电机。 什么是转子?答,有刷或无刷电机工作,是转动的部分。 轮毂是有刷或无刷无耻电机的外壳叫做转子。 此种电机可以叫外转子电机。 什么叫碳刷?答,有刷电机,里面顶在外香气表面。 电机转动的时候,将电能通过转香气输送给线圈。 由于其主要的成分是碳,称为碳刷。 它是予磨损的,因电机维护更换,并清理积碳。 什么是刷握?答,在有刷电机里面上装,并保持碳刷位置的机械导槽。 什么是幻象器?答,有刷电机里面,具有相互绝缘的条状金属表面。 随电机转自转动时,条状金属交替接触电刷的正负极。 实现电机线圈电流方向的正负交替变化,完成有刷电机线圈的幻象。 什么是相续?答,无刷电机线圈的排列顺序。 什么是磁钢?答,一般用于称呼高磁场强度的磁性材料。 电动车电机都采用铝铁奔锡吐磁钢。 什么叫电动式?答,由电机的转子切割磁力线而产生。 其方向与玩家电源相反,互称为反电动式。 什么是有刷电机?答,电机工作时,线圈和幻象器旋转。 磁钢和碳刷不准,显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是靠随电机转动的幻象器壶电刷来完成的。 在电动车行业,有刷电机,分为高速有刷电机壶低速有刷电机。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有很多区别。 从此上可以看出有刷电机有碳刷,无刷电机没有碳刷。 什么是低速有刷电机? 有何特点?答,在电动车行业中,低速有刷电机式直轮故式低速。 大转曲,无齿轮传动,有的刷直流电动机。 点击定转子相对转速,这是车轮的转速。 定子上的磁钢位5,7对,转此电数的槽数,为39到57个。 由于电数绕绕组固定在轮子外壳内,借助转动的外壳。 这样容易散发,转动的外壳又编制着36根浮条。 更有力热的传导。 有刷有齿电机的特点。 答,有刷电机中因为有电刷,其主要隐患就是电刷磨损。 用户应该注意到了有刷电机,也分为有齿和无齿两种。 目前许多厂家选用有刷有齿电机,它是一种高速电机。 所谓有齿就是通过齿轮减速机构,将电机转速调低。 宁国标规定,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, 故电机转速应在170转每分钟左右。 由于是高速电机通过齿轮减速,其特点是启动时提醒着感觉动力强劲,而且拔波能力较强。 但是电动轮骨是封闭的,只是在出厂前加住了润滑器,用户很难进行日常保养,而且齿轮本身也有机械磨损。 避免左右烟滑不足,导致齿轮磨损加剧,噪音增大,使用时电流也增大,影响电机和电池寿命。 什么是无刷电机? 由于控制器提供不同电流方向的直流电,来达到电机里面现成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。 无刷电机的转子和电子之间没有电刷和幻象器。 电机如何实现幻象? 答,无刷或有刷电机在转动时,电机里面线圈的通电方向需要交替变化。 从而达到电机能连续转动,有刷电机的幻象靠幻象器和电刷共同完成,无刷电机靠控制器来完成。 什么是缺项? 答,无刷电机或无刷控制器的散向电路中,有一箱不能工作,缺项分主向外缺项和或二缺项。 像,表现为电机抖动不能工作,或转动无力且噪音大,控制器在缺项状态下工作是很容易烧毁的。 电机常见的种类有哪几种? 答,常见的电机有,有刷有齿轮骨电机,有刷无齿轮骨电机,无刷有齿轮骨电机,无刷无齿轮骨电机,测挂电机等。 从电机的种类上,怎么区分是高低速电机? 答,A有刷有齿轮骨电机,无刷有齿轮骨电机属于高速电机, B有刷无齿轮骨电机,无刷无齿轮骨电机属于低速电机。 电机的功率是怎么定义的? 答,电机的功率是指电机所输出的机械能与电源所提供的电能之比。 为什么要选择电机的功率,选择电机功率的意义合在? 答,电机额定功率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。 负责时,如果电机额定功率过大,电机就经常处于轻载运行,电机本身的容量得不到充分的发挥,变成大马拉小车。 同时电机运行效率低,性能不好,都会增加运行费用。 反过来,电机额定功率要求的小,那便是小马拉大车。 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,电机内耗损加大,效率低10小时。 重要的是影响电机的寿命,即使扩载不多,电机的寿命也会减少较多,扩载较多。 会破坏电机绝缘材料的绝缘性能甚至烧毁。 当然,电机额定功率下,可能根本就拖动不了负载,会使电机长时间,处于机动状态而过热损坏。 所以应该严格按照电动车运行情况,选定电机的额定功率。 一般直流无刷电机,为什么要有三个或二? 那,简要的说,直流无刷电机为了能转动, 必须使电子线圈的磁场和转子永久磁体的磁场之间,始终存在一定的角度。 转子转动的过程,也就是转子磁场方向改变的过程。 为了使二者磁场存在角度,到一定的程度后,电子线圈的磁场方向必须改变。 那么怎么知道要改变电子磁场的方向了呢? 那就靠那三个或二了,可以认为那三个或二肩负着高速控制器。 何时改变电流方向的任务? 无刷电机霍尔特耗电量大致范围是多少? 那,无刷电机霍尔特耗电量大致范围是6MA20MA不等。 一般电机在多高的温度下能够正常工作,电机最多能够承受多高的温度。 那,如果测量电机盖的温度超过环境温度25度以上时, 表明电机的温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。 一般电机温升应该在20度以下,一般电机线圈是由气包线掉而成, 而气包线在温度高于150度左右时其轻膜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脱落,造成线圈短路。 当线圈温度在150度以上时电机外壳,所表现出的温度在100度左右。 所以,如果以气外壳温度为依据的电机,所承受的最高温度为100度, 电机的温度应在20摄氏度以下,即电机端盖的温度超过环境温度,应小于20摄氏度。 但电机发热超过20摄氏度的原因是什么? 答,电机发热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电流带引起的,一般可能是线圈短路或开路,磁钢退磁或电机效率低等造成。 正常情况则是电机长时间大电流运转,什么原因导致电机会发热?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? 答,电机负载运行时电机内有功率损耗,最终都将变成热呢? 这就会是电机温度升高,超过了周围环境温度,电机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的只称为升温,一旦有了升温,电机就要向周围散热,温度越高,散热越快。 当电机单位时间发出的热量等于散出的热量时,电机温度不再增加,而保持着一个稳定不变的温度,即处于发热与散热平衡的状态。 一般点机允许温升是多少,电机的温升对点机中的哪个部分影响最大,是怎么定义的? 答,点机负载运行时,从尽量发挥它的作用出发,所带负载机输出功率越大越好,若不考虑机械强度。 但是输出功率越大,损耗功率越大,温度越高,我们知道,电机内耐温最薄弱的东西是绝缘材料。 熟期保险,绝缘材料耐温有个限度,在这个限度内,绝缘材料的物理、化学、机器、电器等各方面性能都很稳定。 其工作寿命一般约为20年,超过这个限度,绝缘材料的寿命就急剧缩短,甚至会烧毁。 这个温度限度,称为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。 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,就是电机的允许温度。 绝缘材料的寿命,一般就是电机的寿命。 环境温度随时间,地点而异,设计电机时规定,取40摄氏度为我国标准环境温度,因此绝缘材料或电机的允许温度减去40摄氏度即为允许温升。 不同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是不一样的,按照允许温度的高低,电机常用的绝缘材料为A、E、B、F、H五种,按环境温度为40摄氏度计算。 这五种绝缘材料,及其允许温度和允许温升如下标所示。 等级,绝缘材料,允许温度,允许温升,A、经过镜子处理的粘、丝、纸板、木材等,普通绝缘器,105651,缓氧树脂,聚脂薄末,青壳脂,散酸纤维,高度绝缘器,12080比, 用提高的耐热性能的有机器做粘合剂的云母,10缘,和玻璃纤维组合物,13090F,用耐热优良的化氧树脂粘合,或金子的云母,10缘和玻璃纤维组合物,155,115小时。 用硅有树脂粘合或金子的云母,10缘或玻璃纤维组合物,硅有橡胶180140,怎样测量,无刷电机的橡胶,达,解通控制器电源,丢控制器的货本元件供电,就可以检测到无刷电机的橡胶了。 方法如下,用万能表的加20V直流电压道,并将红表笔接加5V线,黑笔分别测量三个眼线的高低电压,按60度及120度电机的幻象表对照即可。 为什么任意一台直流无刷,控制器和直流无刷电机不不能随意接上就能正常转动起来,为什么直流无刷会有导向试之说? 答,一般来说直流无刷电机在实际运动中是这样一个过程,电机转动,转子磁场方向改变,当定子磁场方向和转子磁场方向的加角到60度电角度时,霍尔信号改变,相限电流方向改变。 定子磁场向前跨越60度电角度,定子磁场方向和转子磁场方向加角为120度电角度,电机继续转动,这样我们就明白了。 霍尔有六种正确的状态,当特定的霍尔告诉控制器时,控制器就有特定的相限输出状态,所以导向去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,就是使电子的电角度始终按一个方向, 以60度电角度不尽,如果60度的无刷控制器,用在120度的无刷电机上会有什么状况,反之又如何? 达,都会导致缺陷现象,不能正常转动,但且能所采用的控制器,是一种智能型无刷控制器,能够自动试点60度电机或120度电机, 从而可以兼容适配二种电机,使得维修更换更加方便。 直流无刷控制器和直流无刷电机怎样能达出正确的相续? 达,第一步要保证霍尔线的电源线和地线与控制器上相对应的线差好, 而三个电机或耳线与三个电机线对控制器的接法共有36种,最简单而快的方法是每种状态逐一试验, 换键时可以不断电进行,但一定要仔细,也有一定的次序,要注意每次凝转不要太大, 如果电机转动不顺利,所以这种状态就是不对的,转滑领的太大就有总控制器, 如果出现反转的情况,在知道控制器的相似的情况下, 就是把控制器或耳线A、C互换,点击线A相与B相互换,即可导位正转, 最后验证皆得正确方法,是打电流运转时正常,如何用120度无刷控制器控制60度电机? 大,在无刷电机或耳线B相与控制器采样信号线之间加榜向线路即可, 有刷高速电机和有刷低速电机,有什么直观上的区别? 大,A,高速电机有超越离合器,往一个方向转轻松,往另一个方向转微镜, 低速电机双向转抖一样轻松,比高速电机的转动时噪音较大,低速电机转动噪音较小, 有经验的人很容易凭耳朵识别,什么是电机的额定运行状态? 大,在电机运行时,若各个物理量都与它的额定值一样,就成为额定运行状态, 在额定运行状态下工作,电机能可靠的运行,并只有最好的综合性能, 电机的额定转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 大,点击轴上输出的额定转据可以用T2N表示,其大小是输出的机械功率额定值除以转降速度的额定值, 即T2N等于PN,其中PN的单位为W,NN的单位为RM,T2N单位是N,M,如果PNM搭位用KN,系数9.55,改为9550, 不可以得出如果在电机额定功率相等的条件下,电机的转据低期转据越大,电机的启动电流是怎么定义的? 大,一般要求电机的启动电流不能超过其额定电流的2-5倍,这也是为什么在对控制器上做线流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,市场上销售的电机转速为什么越来越高? 其有何影响?答,供应商方面提速可以降低成本,同样是低速点击,速度高了线圈杂数就少了,延伸了硅钢片,磁钢数目也少了,购买者认为高速就好, 额定速度工作时,其功率不变,但在低速趋势效率明显低了,也就是启动无力,效率低,需要用大电流启动, 其行时电流也大,对控制器的线流要求大,对电池也不好,出现电机与常发热情况怎么维修?答,维修处理的方法一般为更换电机,或进行维修吧,电机的空在电流大于参考表极限数据,使表明电机出现了故障,产生的原因有哪些? 怎么维修?答,电机内部机械摩擦大,线圈局部短路,此道退辞,直流电机换相机机碳,维修处理的方法一般为更换电机,或更换碳刷,清理机碳, 各种电机的无故障最大极限空在电流是多少? 电机形式,额定电压24V时额定电压36V时,测化电机,2.2A1.8A,高速有刷电机1.7A1.0A,低速有刷电机1.0A0.6A,高速无刷电机1.7A1.0A,低速无刷电机1.0A0.6A,电机空转电流如何测量?答,交外用表至于20A单位,将红黑表比串连接, 在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端,打开电源,在电机不转的情况下,记录下此时,万用表的最大电流A1,转动转大,使电机高速空在转动时S以上,等待电机转速稳定后,开始观察并记录此时,万用表的最大数值A2,电机空转电流等于A2A1,电动车常用电机的比较,电机形式, 传动形式,电机效率,爬坡性能,维护周期,体积,维护内容,噪音,成本,无刷无耻,无刷低速外转子电机,直接驱动,80%,一般,嗯,大,嗯,小,低,无刷有耻,高速无刷电机,行星齿轮解速,83%, 好,三年左右,小,润滑齿轮,重,高,有刷有耻,高速有刷电机,即,齿轮减速,78%,好,一年左右,大,更换碳刷,润滑齿轮,大,高,有刷无耻,低速有刷外转子电机,直接驱动,76%,差,两年左右,小,更换碳刷,清理机碳,小,低, 如何识别电机的好坏,关键看哪些参数,答,主要是空在电流和起行电流的大小,与正常值对比,即电机效率和扭矩的高低,以及电机的噪声,震动和发热量,最好的方法是用测攻击测试效率曲线,180万和250万电机有何区别,对控制器有何要求,答,250万的起行电流大, 对控制器的功率与量,即可靠性要求较高,为什么在标准环境下,电动车的起行电流,会因电机的额定不同而不同,答,众所周知,标准条件下,以额定负在160万来计算, 在250万的直流电机上其行电流为45A左右,而在350万直流电机上其行电流越高一些,举个例子,如果电池电压为48V,两个电机250万和350万,新额定效率点都为80%, 准250万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为6.5A左右,而350万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为9A左右,而一般电机的效率点是工作电流,偏离额定工作电流越远, 机制越小,从在45A的负债情况下,在250万的电机效率为70%,350万的电机效率为60%,则在5A的负债下,250万的输出功率外, 像48V新5A新70%等于118万,350万的输出功率外,像48V新5A新60%等于144万,350万电机为了使输出功率满足其行要求及达到168万,差不多是额定负债,则只有是电源增加,从而使效率点增高, 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,350万的电机要比250万的电机的电动车的续航里程短? 答,由于同样的环境下,350万电机的电动车提行电流,大,所以在电池一样的情况下,继续航里程会短, 对于电动助力车厂家,应该怎么去选择电机?根据什么去选择电机? 答,对于电动车来说其电机选择的最关键因素,是电机额定功率的选择,电机额定功率选择一般分为三个步骤,第一步,计算负载功率体,第二步,根据负载功率,预选电机的额定功率及其他,第三步,叫和预选电机,一般先叫和发热而上,再叫和过载能力,必要使叫和启动能力,都通过了。 运选的电机便选定了,通不过从第二步重新进行,直到通过为止,切记在满足负载的要求下,电机的额定功率越小越经济,第二步做好后,要根据环境温度的不同,进行温度校正,额定功率是在国家标准环境温度每次适时适度前提下进行的, 若环境温度常年都较低或都比较高,未来充分利用电机的容量,应对电机的额定功率进行修正,例如常年温度偏低,电机设计额定功率,一比标准规定PN高,相反,常年温度偏高的,应降低额定功率使用。 总体来说,在环境温度确定的情况下,选择电动车的电机,应根据电动车的骑行状态来定,电动车的骑行状态越能使电机接近额定工作状态越好,而电动车的骑行状态一般是根据路况而定的, 如天津是路面平整,则小功率电机足够,如果要用较大功率的电机,则会造成能源的浪费,造成续航里程短,如果在重庆山路多,则是一用功率较大的电机,60度直流无刷电机比120度直流无刷电机更有近,对吗? 为什么?大,从市场发现在和很多客户沟通的时候,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误物,认为60度电机比120度有近,我们认为这大概是生产60度无刷电机厂家的一种宣传,从无刷电机的原理上以及事实证明,其实60度电机也好,120度电机也罢,所谓都说只是用来告诉无刷控制器, 什么时候该按电机的哪两根先线到通而已,根本没有谁比谁更有近之说,240度和300度也是一样,没有谁比谁更有近之说,关于云公控,专业的公控产品采购服务平台,致力为公控自动化企业,提供在线产品采购服务,采购免费发布巡价,帮助采购找现货,产品代采购,为企业优化库存销售的全方位服务, 产品平台,让工业电器产品采购省时,省心,省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